新歌 在我寻過遊戲 新歌 在我寻過遊戲 新歌 在我寻 書寫了我的臉都去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平安 今天是一個很瘋和之力的禮拜天 很開心很感謝主可以帶領我們 一起來這邊來讚美他 那主我們有喜樂 所以我們現在先跟大家一起領 雙手拿來借給我 我們要帶喜樂的心來帶領這首歌 那我們一起來唱之後 我有喜樂 我有喜樂 在我心 我有喜樂 在我心 有喜樂 在我心 祝你心的無人的禮拜 有趣的心有你 在我心 有你 在我心 有你 在我心 祝你心的無人的禮拜 有趣的心有你 好 昌星哥我們大聲的把我們的聲音唱出來 好 下一節 下一節 我們還有下一個動作是向前跑 那向前跑怎麼做呢 就是向前跑 向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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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向前跑就這樣好了 那我們還要來跳舞呢 所以我們要來活動的紀錄 靠長來 活動的紀錄 來跳舞 倒是跳舞 對 對 扭動你的屁股 扭動你的腰 對 就這樣 OK 然後我們要來放過的時候 我們要大聲放過上面 就我們來活動 來活動 來活動 OK 好 那我們等一下還是 我們從昌星哥開始 從頭起鍋 要昌星了 在你演出 昌星了 在你演出 在你演出 後來活動 在你演出 往前跑 要向前跑 向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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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欢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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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给你一个掌声给你 谢谢 好 谢谢 稍微有动一下 你没有原谅 那 再注意我们要有喜乐的心 那我们也要注意要有喜乐的心 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 在 这样的事在当中 这样的忙碌当中 有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的 我们不足的事情 那我们需要的是 力量 最近 社会动动也犯了 也会有很多的选举 或者会有很多人 让我们看到很心痛的言论 但是用来说 我们唯一的依靠是 我们的基督 主是我们的力量 主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要依靠它 我们需要 好好地 依偎在它旁边 就像没想法 不需要太多的烦恼 那 我们要很大声地说 主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要很坚定地说 主是我们的力量 要让我们一起来整理手 我的师父 让主请问你的力量 我 我的誓言 我的拯救 是我 患难 中 谁是 你帮助 中山坠要围绕 中山坠要围绕 耶路撒冷 我 我套永远 我是我的识歌 我的拯救 你是我换的 总谁是你帮助 从山枝的温柔 耶路撒冷 你命围绕我的永远 主你是我力量 主你是我倒台 千古马适过心跳 你比不重要 主你是我力量 主你是避难所 我的同志在如你 主你是我的识歌 我的拯救 你是我困难中 谁是你帮助 中山枝的温柔 耶路撒冷 你命围绕我的永远 主你是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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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是我的识歌 我的同志在如你 主你是我力量 主你是我高财 千古马适过心 我心跳 我心跳 你并不重要 主你是我力量 主你是我力量 主你是我的识歌 我必保我 心中在 祈祷的祂 我属祢是我力量 祝祢是我道財 艱苦快事 我心套祢比武道領 祝祢是我力量 祝祢是命難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祝了居居的力量 所以我們有喜樂 我們是一個開心的基督徒 我們是一個充滿喜樂的基督徒 我們是充滿力量的基督徒 那在我們生命中 有帶我們父母的 跟我們非常要好朋友 有我們生命中最重的鬼人們 那我們最需要感謝就是 我們的巨神神 那不知道大家知道 再來就是最厲害 我們最近一次就是在夏天司 有一個感恩節 Sense TV 那 在這麼重要的就是 我們說 我們說要謝謝我們這些 現實的朋友們 他人們 我們就選擇接著說你的手 他給了我們力量 他給了我們心的 他給了我們鎖不住的一切 那我們要好好地來 跟他說一件謝謝 那幫我們一起來 這首 我非常感謝 帶著感恩的血 一起來 感謝我的手 謝謝 謝謝 感謝 謝謝 感謝 謝謝 感謝 我感捷 我們感謝你耶穌 謝謝 我感謝你耶穌 我感謝你耶穌 尊求你生命 我感謝你耶穌 祢的慈爱直到永远 Thank you Jesus 我感谢祢耶稣 与祢更为胜 祢的心许直到永远 在今天上很特别的愉快之外 要特别感谢我的思琴 伊宁就是充许他人 他总是在我的身边 可以给我最大的支持 可以让我们放纵的时光 可以让大家来享受这样的行为 那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敏玄 这是她第一次的唱台 大家给她掌声鼓勵 不需要太大的勇气 再需要莫大的信心 无论人叫我们 我们觉得有或多或少不足 但是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需要继续的福气 继续的向前 那让我们再次来谢上感谢 我先上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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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下感谢 我先上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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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祢耶稣 祢耶稣 以祢们为上 祢的心事 知道我的爱 谢谢 阿弥陀佛 谢谢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讯 只要相信 就能得上帝的喜悦 我们同心来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在感恩的季节 我们要先 献上我们要鼠饭 上所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 感谢祢的教导 让我们成为一个会感恩的人 感谢祢透过顺境 使我们喜乐 也透过逆境 使我们施好方向 找到机会 让我们从别人的态度上 调整自己的角度 让万事互相效力 通过我们的行为 光照出有基督的相会 来传扬上帝国的福音 方无我们所做的功 是祢喜悦的 使祢得荣耀 信心是我们跨越现在 迎向未来的桥梁 祈求上主建构我们的信仰 祝福我们教会所推动的事工 一人一脚 用正面来兴起福音 成为大能有事 祝福我们的同工 的家庭及我们的工作 东宫主祢的喜悦 我们一起来攻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 祇福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成运 由童贞于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脱手下受难 被定十字架 受使 埋葬 将成奸 第三天 从死人中复活 身边 坐在全能复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神上 活人 使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额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圣灵 我信身体的扑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愿神祝福 祂的话语 今天的圣经记载在 雅各书的一章五至八节 我们一起来攻读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 也不策人的神 主就必试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纳 被风吹动三横 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神 心怀恶意的人 在那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并见 以上 今天我们很高兴 我们的小松圈传道师 要为我们带来的讯息是 不疑惑的信心 不疑惑的信心 我们将时间交给传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 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你是全能的主 我们要感谢你 你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特质跟恩赐 使我们能够彼此学习 互相贡献与补足 这是美好无比的事 但真遗憾 有时候我们对你的爱和创造和企划 不是很了解 也不太相信 导致无法认同接纳自己的形象 对你的爱与创造疑惑 没有信心 导致我们遇见失憾的时候 容易退缩逃避 而离你越远 求你设立我们对你信心不足 恳求你帮助 赐给我们对你全然的信心 更多认识与了解你无私的爱与公义 此时我们在圣殿里敬拜你 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 将你的话放在心里 磕在额头上 行在你的旨意中 这样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的圣灵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不疑惑的信心 不疑惑的信心 我想问大家 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觉得你面对各样的事情 你觉得你充满信心的请求 你觉得你自己 你面对各样的难处里 都充满能力 充满的信心 请问一下 哎 哎 怎么会这样 抹羡惑 抹羡惑 好 就是意思就是说 有些你很有信心 有些不是很有信心 OK 那我们今天 那我今天这个主题很重要 对不对 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 不疑惑的信心 就是要拜给大家 我希望每个人生命当中 透过今天的神的话语 让我们就更有力量 去面对我们周遭的生活 那我现在讲 今天我们要主要是要讲这个 雅各书的第一章的部分 那前面的部分 那我先做一个简介 就是再过来就是 有雅各书 一次一次的雅各书这样的分享 那今天主要就是要讲这一块 有关信息的部分 那这个雅各书的作者呢 很多说是雅各 可是是哪一个雅各 雅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这个领袖他就是那个雅各 也是耶稣的领域 所以写雅各书的人 这个人这个作者就是他 那他写给谁 就是写给这个犹太的社群 这一群人的基督徒 而且是暂居在各个地方 他们都是被逼迫 然后被遭受患犯的人 然后倒过出去 所以他要去关心 关怀这些受压迫 受逼迫的基督徒 然后去带领他们 帮助他们在他们的信心上被造就 他们的行为上造就 所以这是一个 雅各书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雅各书做这个雅各书呢 他主要这个作者 目的到底要做什么呢 他主要就是要帮助我们去了解 那我耶稣他在做教导跟教育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从他的话里面 得到鼓励 得到劝勉 得到造就 然后甚至呢有一些是需要怎样 我们没有做到的 也许我们假冒为善 然后他给我们一些警戒 就是不要这么一个假冒为善的人 然后让你人生遇到很多事态 很多难题的时候 你要有那种信心往前走 让你有信心往前走 然后让你的生命越来越完全 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所以这里是在讲 基督徒到底应该怎么样成为一个 好的基督徒 不仅是有信心 还要有行为 所以他就是在讲一个信心跟行为 如何能够都在一起 那我问你们 如果有信心的人 请问他对上帝有信心 你觉得他行为会不会被改变 会不会 会 会 照理讲应该是要在 但是你看他自己说 是不是在神的话里面 因为你被造就的时候 你就对上帝有这么样的信心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 谈的主题 我们看圣经经纪的经文 是他就这样子 你起来立背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似于人 也不赐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好 这里讲到说缺少智慧的 那这里讲的智慧是什么 不是一般的我们一般的智慧 是怎样 从上帝而来的 这个从上头而来的智慧 所以在圣经的真言里面 他讲说敬畏耶穆啊是什么 智慧的开端 所以如果你是敬畏上帝的人 那照理讲你就会有什么 有智慧 因为只要你信有上帝 智慧就要在你生命当中开启 因为你在过来的世界 你的生命里面 就算也不是你自己来管理你自己 是谁来管理你 上帝来管理你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 他会按照神的智慧 然后去他的生活的样式 然后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 然后在他生活当中 他对待人 待人接物 然后对待自己 对神 对人 对自己 他都会有智慧去处理 人跟人之间的问题 生命的问题 遇到问题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做 以什么给你有智慧 是这样的一个智慧 再来再说 当你有智慧的时候 当你遇到试探的时候 你就怎样 能够胜过 当你有信心的时候 你就能够胜过 胜过 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 神要我们做一个完全的人 当你遇到问题 遇到困难 我们相信有没人 你要说人生十四八九 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当你遇到这么多不容易的事情 你还有信心吗 那你这个智慧 怎么样去面对 你周遭碰到的这些问题跟难题 我们求上帝有你的这样的智慧 所以说这个智慧 你有缺少智慧 你要跟上帝求 跟上帝求 这第一个 那正义里面有讲到说 耶和华四个人什么 耶和华四个人什么 智慧 还有知识 还有聪明 都是从哪里出的 口 他是谁 他是谁 上帝 由上帝的口来出来的 所以他给正直人存留什么 真智慧 给行为存正人怎样 做盾牌 所以只要有智慧的人 就有智慧的人 你正直他就给你 然后他要把神 要把所有的智慧都在你身上 他要赐给你 你心为很存正的人 神要赐给你 做你生命当的盾牌 让你知道要怎么样来抵挡 抵挡 生命的抵挡 生命的盾牌 这很重要 好 那这个讲到说 这个神 这位神他是后世于人 后 这个后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这个后是怎样 神将所有全部毫无保留的 全部都给你的 全部都给你的 他完全没有保留 而且很慷慨 因为你把这些都给你 就是没有保留 完全没有保留 他就是一心一意 专心 就是我全然要给你 上帝要给你全然的智慧 全然的信心 神我都要给你 我是很笃定的 我没有任何疑惑 我就是要给你 这是神 因为你把他给他们 他所有的 他可以给我们 跟我们分享 他所拥有的 这是神给我们的社会 这里有讲到说 他说你只要什么 凭着什么 信心来求 一点都怎样 不疑惑 一点都不要疑惑 为什么 他说因为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你看哦 一个 一个很疑惑的人 他的生命当中 一定常常 生命当中很多的不定数 然后很多的波动 然后让他生命当中 无法安稳 无法自在 然后就很多的害怕 担忧跟恐惧 在人生当中 不是有那么多风浪的时候 遇到风浪 你看我们圣经有讲到说 主耶稣能够怎样 平静风格浪 所以有一首歌是什么 有主在不穿上 我就不怕不浪 不怕不浪 不怕不浪 有主在不穿上 我就不怕不浪 是高班的天家 这首歌就是有讲到 谁在你船上 谁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就怎样 不怕不浪 谁 有主 有主在你生命当中 你就不怕风浪 所以这个也是对神一个戏心 所以这首歌都是我小时候 主学的时候在唱的歌 可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会唱这首歌 当你遇到风浪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把这首歌放在你里面 又出在我身上就不怕风浪 昨天啊 我们青少期有一个小朋友 他说 我跟你讲 我每天哦 放学回家 都我一个人回家 然后我就很害怕很孤单 我说你最害怕什么事情 最难去面对什么事情 他说我最害怕就是我一个人 孤单的回家 我很害怕 我很担心 他在后面笑 我说啊怎么办 我说都没有人 我说那有没有同学跟你同一路可以回家 我说啊妈妈 妈妈要去赞妹妹 所以只有我 OK 好 所以这个过程呢 走啊 我说你的故事没有关系了 然后呢 他就这样子回来 他就回来 我说一路你就邀请主耶稣 在你生命当中 你每天要回家的时候 就跟主耶稣对话 说主耶稣我要回家 你 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哦 就是自己跟主耶稣对话 跟神对话 然后带和神一起回家 这样的生命就不一样哦 你就不太孤单了哦 所以我们要随时随时都是跟神在一起的 这个昨天 我们这些青少期的朋友 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他们真的很可爱 很单纯的信心 很单纯的表达他们的心里面的状况 所以我听了就非常的感动 非常感动 怎么样每一个人就面对他们软弱 那这里讲到说不要心怀恶意 你在心怀恶意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从上帝来得到什么事情 那这里讲到信心 我要说信心哦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他在信心里面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这些解释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都允许有这些解释 那我们来看看 他说信心是怎么样 是信实 就是说你对你对神 在耶稣的信实 在你对这个耶稣 你到底对你觉得他的 这个人真的是说话是可信的吗 他说话真的吗 如果你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 那你也相信他是救赎主 他也能够有赦罪的权柄 他也能够赐给你爱与平安与喜乐的人 假设你都相信 那如果是这样 然后他也相信说 他是供应你所有一切的神 如果是这样 这位神是他说话是说话算话 而且说话是有信用的 假设你知道 他说你这样在耶稣里面的信实中来求 这个是凭信心求 你就要用这样的信心来跟上 跟耶稣里面求 那你就得到 这是第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 他说是在信心当中求 就是你在耶稣的信心当中 你对耶稣的信然后来求 刚刚是信实 现在是信来求 另外一个是怎样 你要按着信仰所给予的这个应许 就是你相信说 神说话的应许字 你相信他有应许 而且你相信他会给 你知道神有一个规范要给你 你用到那规范要求来源泽来请求 所以这里有三种 那我们来看 其他还有圣经上不同的解释 在对信心的部分有不同的解释 希伯来书里面有这句话 来 这句话很重要 我希望我们每天都可以背起来 来 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名 是未见之事的确具 OK 这句话应该很多人都会背 好 那他自己讲到的信息就是说 你真的是确信 而且你非常的肯定 要做到这一点 非常的肯定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 真的可以吗 像今天敏学 第一次 敏学也是第一次上台 是 我相信对你们来讲 一定有很多的紧张 对不对 还好 还好 那不错 那有信心 我们拍照一下 很好 加油 很好 信心 那也谢谢利恩 今天利恩导演带得很好 那我们真的是发现说 我们生命当中真的需要不断的被造就 我相信敏学像这样被造就 我们的信心才变坚定 那这里讲到信心 是讲到说 这个像信心是这样 他说信心是有起点跟总理的 如果你信心的起点就是什么 你相信神的特质属性 你相信祂 你相信祂是全能的 你相信祂是可以抑制你的 你相信 你相信祂有权力 你相信 这是第一个要先相信 这位神的特性跟属性 你相信祂的神性 祂可以第三天复活 祂是永活的神 你从现在开始到永远 祂都愿意陪伴你 你相信祂是这样 然后这个终点是什么 就是说你相信上帝的应许 就是祂说的话 祂一点都不落空 祂说话算话 一个有信用的就是 你说话 你能够相信祂 你相信祂不会怎样 祂你相信祂 时候到了祂必成就 你相信 所以这个是全能的信 这是一个确信 这是一个肯定的信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是得到这样的信 那在另外一个新波拉书 他在讲说 如果人没有信 就不能够讨神喜悦哦 喜神是不高兴的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所以很重要是相信 你相信吗 相信 我们的缺和解他就单纯的相信 我们荣誉也是单纯的相信 那个喜乐的也就是要真伤 那就是要相信 虽然你对我们这个神 也许你还在追寻他中 可是你就确信 他能够带领你 他能够看顾你 所以相信他 信他赏识 那个赏识 寻求 不断的在渴慕寻求他的人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生命成长小组 那就是每个礼拜都在读神的话语 那希望透过神的话语 去了解 刚好这个都是在讲认识耶稣 都在讲这个主题 所以当我们对耶稣越多认识的时候 我们对他越了解 就越更多知道他的属性是什么 他是怎么样 爱你慈爱的神 很重要 那我们来看这个圣经故事 这里是有一个宝宝 那这个宝宝呢 他因为他的儿子呢 被污鬼负责 所以这个哑巴 这个哑巴的污鬼负责 所以呢 这个人呢 无论到哪里 那鬼就怎样去捉弄他 所以他常常就是被这鬼 摔来摔去 摔来摔去 因为他然后就倒下去了 口中就土白白木这样子 然后他就常常咬牙欠子 然后身体越来越苦干这样子 所以呢 他就跟耶稣说 耶稣啊我可以说 我们这个孩子都医不好 那我曾经请你的门徒来看护 为他来除乌鬼赶鬼 你的门徒都不行 都搞不了 他们都要赶他 但是他们赶不了 你看耶稣说了什么话 耶稣说 哎呀你们不信的时代 就是讲这些门徒嘛 所以你知道吗 耶稣赐给门徒有权柄 是可以做义士的工作 可是如果门徒呢 没有信心的话 很难做义士的工作 这里讲到就是要义士的工作 他说我要人那里到几时呢 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 就是把这个乌鬼 被乌鬼附着的儿子 带到我这里来吧 那这个乌鬼呢 就是这个 这乌鬼他一见到耶稣 鬼就怎样 就是在他身上 好像是发疯一样 抽风 然后倒在地上 翻来覆去 而且口中都土白末这样子 那耶稣就问他父亲就说 哎 请问 这个孩子到底得生了这个病 到底有多久的时间呢 那耶稣那个爸爸就说了 我高兴人家从小的时候 他就开始得了这个病 而且他被鬼附着的时候 他常常不是在火里 他在水里 就是常常被他 鬼就把他带到父在他身上 就到处去这样子 所以他是很受苦的 被鬼附着很受苦 他说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 我们帮助我们吧 他就是爸爸就是 对这个孩子非常的怜悯 然后希望耶稣能够照顾他 看过他 抑制他 这就是他心里面很大的着急 一个爸爸 当然对着孩子 在生病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的什么 担忧 很多的恐惧 所以他期待 耶稣能够成为他的帮助 跟医治 好 那就要看 我们来看这个 耶稣就对他说 你若能 怎样 那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好 请问 这句话你信吗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很奇妙的一句话 我修文 然后说这个孩子 的爸爸就说了 他说 如果我信哦 可是怎样 我信心不足 他有没有很诚实 我觉得他很诚实 我信啊 但是我信心不足 求主帮助 好 你注意看这个爸爸 爸爸一开始的时候 他称耶稣是谁 一开始的时候 来我们再回想看 谁 夫子 你有没有看到 他一开始的时候 是称耶稣是夫子 意思是老师 请问老师可以具有 疫病的功能吗 好像不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时候他讲什么 来 他是什么 求主 主 哎 好像他突然间眼睛亮了 哎 突然间是 原来你是主 你是主 求主帮助 哎呦我信啊 主耶稣我信 那时候我信心不足 约翁姐 我信 但我信心不足 求主帮助 我想这句话不是 不是只有谁 是可能我每一个人 很多人都需要用这样的 跟谁要 你可以跟谁要 希望我每一个人都跟谁要 所以呢 耶稣就怎样 赤着这个误鬼 然后就说 你这个荣雅的鬼 荣雅的鬼 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 不要再进去了 耶稣只要用吩咐的 命令的 要求的 请 污鬼出来 污鬼就怎样 从他身上跑掉了 所以那个污鬼怎样 大叫 然后就 那个孩子就抽了一阵风 就是好像发疯那样子 然后那个污鬼就从他身上走 逃走 那结果这个孩子 那个污鬼逃走之后 那次的污鬼就像什么 很软弱的倒在地上这样子 好像死了一样 本来以为他们 是不是死了 不是哦 是污鬼离开他了 不在他身上作祟了 然后呢大家 你看 你看那个倒地的 你看到这个是倒地的样子 看那个土 他在倒地 冲锋啊 这样子倒地 但是这时候呢 耶稣做了什么事情 耶稣就拉着他的手 把他拉起来 然后他就这样站起来 他就站起来 你就知道 污鬼遇到主 他绝对是怕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 也不是多小 大学的时候 我们在玩别仙 你知道蝶仙吗 很奇怪 他们在玩蝶玩得很快乐 只要我一靠近 蝶仙就玩不起来 很奇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我也不太知道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蝶仙 我们几乎不太能够玩 我们才知道 就是很奇怪 去的时候都 就他们就玩不起来了这样子 所以我们那次就知道 原来鬼怕主 原来鬼怕主 所以我跟你讲 怕鬼的人 怕鬼的人 心里面 我们鬼很多种 一种是真正的鬼 一种是里面的什么 心里的鬼 我们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心里的鬼在作祟 那如果主在我们身上 或许那个鬼 就会从里面这样离开 因为鬼怕 鬼怕主啊 鬼怕耶稣 所以你要相信哦 基督徒其实是有 邪不胜正嘛 对不对 耶稣是正嘛 耶稣是正的一方 是共义的一方 是爱的一方 那个鬼就是害怕这个东西 所以他不会靠近 所以说真的 我生命当中 很少有所谓的 所谓的那个 害怕鬼这件事情 我比较不会担心这个 我比较害怕人 我比较害怕鬼 OK OK好 那你看我们的多玛 多玛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你觉得 多玛 多玛就是也是耶稣的门徒之一 那他说他 耶稣复活的时候 跟他显现 他说真的是你吗 我不太相信 要不然你看我摸摸看 那耶稣有被病 但只是这样 一定有那个三很丁肯 要不然我摸摸看 那日五的三很 我摸摸看一摸 他就去看 耶稣就给他看 说在这 你看吧 耶稣跟他看完之后 他就信了 他就信了 他说 哎呦 你真的是负我的主 你这个是负我了 而且 这个肉身就在身 就在我身 我的中间 我就看到了 耶 主耶稣说什么 他说 那个信 才看到的人 这样 比 那个胃就是你这样 用摸的才看到 跟那个什么 还没有看到我就相信的 哪一个比较有信心 还没摸就相信的 就是还没看到 就是信就是无妄之事 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当你还没有看到的时候 你就相信的 这个人就用复活 那我现在要问你 你相信耶稣有复活吗 你相信吗 可以复活吗 耶稣说他第三天就复活 他自己说他是第三天就要复活 那你相信吗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信仰 有的时候 你说这位神 太奇妙了吧 如果他不是那么奇妙 那你就是不知道 那你就是没办法知道 这个神有多有能力 因为他是神 所以他既然都不能 可以创造世界 忘恩 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 改变他生命当中所有的名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叫信心 对神的信心 你相信他 因为人如果疑惑 就是好像那个海闹 这样翻来翻去 所以有以不定的人 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全然肯定 你上帝跟主耶稣的信实 他就没有办法 相信谁是信实 也没有办法对耶稣委身 没办法委身 而且没有办法按照 神的原则跟规范来做事 没有办法 因为他不相信 所以他就没办法 因为他生命当中游以不定 所以不要游以不定 很重要 很重要 信心不疑惑 你信心可以干派神 你可以疑惑很多 没有关系 因为信息是需要经过很多时间的考验的 所以那个是没关系的 但是到后来会越来越好这样子 所以他在讲到疑惑 什么叫疑惑 他就是对一件事情 他没有办法确定 无法肯定 也无法确定 也无法相信说神是信实 那也就是说他缺乏对神的信心 缺乏对这个主耶稣的认识 那他也没有办法判断 这个信仰能够所带给来的应许是什么 他的规范跟原则是什么 他是没有办法 就是这就是疑惑 疑惑的就是有什么这样的状况 那他讲到心怀恶利 什么是心怀恶利 就是里面有两个想法 那这两个想法是在不同的立场 那你 你有没有发现 我常常在做人格测验的时候 那我就发现有一种人 他都他不选A 不选不选Chain 就是不选对不选错 他就算在中间 因为他根本不清楚他要什么 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 所以他就常常在犹豫 犹豫 你会发现这样的人 通常都比较没有信心 真的 那个刺性都很不够 我每次一测 哇 那个三角形一堆 一测 哇就知道说 这个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不确信 很多的害怕 很多对自己自我的不肯定 自我价值的疑惑 所以一个很自我价值疑惑的人 他很难找到他的生命的终点 位置在哪里 他不知道他的角色 他不知道位置 他不知道怎么样发挥他自己 所以我们在讲信心上 你很专一的面对神 他说有两个想法的人 不可能对神有完全的心思 所以我们要跟神越来越认识 就是这个笃定 相信神的完全 神的信实 神的公义跟爱 那在圣经上有一句 有一个 也是在雅各书里面 他讲到说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 都要有大喜的 我光看到这句 我就觉得不太可疑 过去这句话 我都觉得不可疑 可是后来这句句话 譬如说阮老师 阮老师 你在试炼当中 还有喜乐吗 昨天他生日 我们一堆人都在他身边 然后唱生日快乐歌 还有很多同工一起过去 我相信在试炼当中 在病痛当中 其实要喜乐 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痛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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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能也不能够睡得很好 因为很痛 那我印象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 病痛的人 有一个叫徐老师 一个学老师 那他是肝癌的病人 他痛到极点 但是我每次去探访他 我都被他激励 他就说 我生命当中有多少时间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愿意把我生命 最后的时间都给神用 不管我现在发生什么事 我都愿意再把我流出的生命 都给神用 你看 是何等的信心 然后每次进来 把他的生命里面 他很痛 可是你看他的脸部表情 他说我虽然肉体疼痛 但是我心也洗了 这要怎么做啊 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 你如果以后你如果病痛 你自己病痛看看 我跟你讲我昨天 我这里都出血 我昨天是长子训练 然后每个人看到我这里出血 然后他们说我真的很痛 然后后来那个益犬长老 拿一个东西给我 我还很湿 还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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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到 但是你被爱 我心里面其实 我虽然肉体很疼痛 可是我心里面是感受很好 因为被爱 我就心里面觉得很好 早上有一个 这个慧学长老就拿了一个药膏 说这个是要给你服的 服用的 哎 你看 感动 这就是爱 这就是爱 所以你在患难当中 你在病痛当中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爱 是围让你的 有比较好的 对不对 昨天一夜的高模 有比较好 昨天我女儿也拿来说 妈妈这个给你用 每一个人都拿它给我用 所以你看我就 你看一个病痛 好多人来关爱 对不对 一个病痛 很多人来关爱 我相信 在医师跟姚老师病痛当中 车祸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人在关爱陪伴 那在这个陪伴过程 虽然肉体很受苦 但是心里面知道 有很多的爱 什么的爱 围绕在你身边 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 也是不断的信心 那我记得仁老师 知道他讲这句话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我最严重 你知道吗 他的 他第一天就是讲这些话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我是最严重那一个 可是你知道昨天啊 永学姐告诉我 我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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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他说 他就说 我 人家都快要好了 只剩下我跟隆老师 可是这医师 我看他还没好 他应该是这里还很痛 所以其实都还很多的 其实这些人 每一个受伤的人 应该都还有很多的不舒服 因为那个壮举太大了 所以那都不舒服 但是很感谢神 至少 命都还活着 你看都在我们当中 这个要很感谢神 真的真的很感谢神 所以我们真的是 要感恩 要感恩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 你看喔 经过一试炼之后 你跟神的关系 跟信心 你就会一次比一次加征 同学姐 对不对 他昨天跟我说 我还是感谢 我还活着 虽然坏咖 但是还是活着 还是活着 能够看到大家很快乐 所以我们上面要越来越怎样 你要面对这些周遭的问题跟困难 然后慢慢的建立这个信心 你就会越来越完全 经过这些事业 就越来越完全 好 那我现在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到底你对信心 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少 你如果对神越全然的相信 你就越肯知道 你将来要往哪里去 如果你对神没有信心 我比较希望说 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那么紧密 很密切 任何事情你都有神跟你在一起 同在 你就不恐惧啊 要不然你一天 跟神不在一起的话 你会发现你生命当中 常常就是害怕 担心 恐惧 疑惑 常常会有这种现象 因为你没有想 因为你不相信 你对自己也没相信 你对神也不相信 你对人也不相信 昨天我们一个青少年 他说我都不太相信别人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比较简单 但是跟他呢 我不太相信他能够做啊 他有一个这种现象 他也会担心 会担心 这些 昨天青少年 他们分享的东西 我很开心啊 他们都每个人讲到不一样的东西 我看了就很难说 就是他们越坦然 面对他们自己软弱 那我不知道我们软弱在哪 所以信心其实需要很多时间 慢慢的被建立 然后慢慢被建造之后 慢慢对神越来越相信 祂是全然的神 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先生还没过世之前 我对神的信心可能是在这里 但是我先生走的时候 我没人可以靠 没有人可以靠 少了一个老公 就觉得好像家里好像少了一个盘石的感觉 好像 那感觉是这样 我就是抓住神 我觉得神啊 我没有别人呢 孩子那时候还小 都是我要帮助他们 不是他们来帮助我 那时候他们还没办法 就是还要抽薪啊 那时候真的没有人可以靠 我有靠神 所以信心也是从那个过程当中 从慢慢的转移 在神的身上越来越多 所以我要说 你这个是需要时间上 慢慢再建造你跟神的关系 你经历越多 你跟神的关系 你就会发现 哎呀只有神不变 其他都会改变 所以你在跟谁喔 关系很好 义父关系很好 你会发现喔 有一天他离开 昨天他小朋友说 我阿嬷离开我了 我好难过 到现在还好难过 我觉得好轻点 他还想念他 你看 这些孩子们都说真诚的话 很情有情感 那感情很好 所以我就觉得说 哇 我说你要转眼想什么 我真的要转眼一下 因为阿嬷在怎么爱你 他还是会走 老公在怎么爱你 他也是会走 先生在怎么爱你 太太怎么爱你 他也是有一天会走 把生命的目标方向 对象转移到神 真的有一天 我相信所有人都会离开你 我有神不会离开你 这个很重要 所以信心是你要更多认识 尾身在神身上 你要更多认识他 更多去经历他 你经历他 神的爱是要被你经历的 你越经历他 那个关系就会被建造 你跟他越好 你没能读他的话 你越来越了解 神的方式是这样 原来我的生活 我的行事为人 要怎么做怎么走 你都很清楚 你越清楚的时候 你就越知道你的生活方向 你会永远带着神在你身边当中 做生命当中 每一件事情跟决策 你的决策跟神都有关系 你要相信 这样的一个方向 只能带你走 所以只要你心 不要心怀而已 到底是这个比较好 还是妹给人家好 就想神 你帮助我 求你病躲 在我身边当中 在我的专业上 发给我笑 神你在我身边当中 让我做一个合理心意的人 在职场上 我做合理心意的人 在我生命的角色当中 我好好扮演 是父亲的角色 是母亲的角色 是女儿角色 是儿子的角色 你每一个角色 去扮演好 你是学生 就把你学生的角色扮演好 所有的角色 你好好扮演 神在你身边当中 定位在哪 你就把他扮演好 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经历 那个上帝的信实跟慈爱 你只要经历他 你越经历他 神跟你的关系就越好 你就会有信心 我是这样经历的 我跟神的关系 从过去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 越来越清静 越来越美好 我觉得这位神是不误事的神 他是不误事的神 我没事情 不会把事情误 不误事的神 我真的有体会到 而且你需要的时候 他真的就是那个时候供应 你需要他就供应 我觉得这个是我经历的神 也是因为我这样的经历 所以神需要你亲身有这样的经历 你有经历的时候 你就能够感受 然后那一天我看到蜜蜂姐 他在圣地小组的时候 那个认识耶稣 他就开始写作业 他因为写作业就哭了 感动 很感动 我觉得神的话也在你里面 要成为力量跟泉源 那你的信心就越来越肯定 你就注目向神 不在人身上寻找 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你要去经历 神的话也是大有力量 你要去经历他 真的 我那天被你讲 被哭了真的 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人也让我哭很久 他也是让我常常会哭泣的一个人 就是 好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分享 你要把这句话记起来 再信的人怎样 凡事都能 好 你信神 如果你不足的时候怎样 求主帮助 我用这句话 来作为大家的领利 希望每个人就是这样子 圣经上最后一句话 加上你相信这句话 他说 你们祈求 来一起来练一杯 来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寻门 就给你们开门 你相信吗 你相信你就有 你不相信你就不会得到 OK 你们一起来 唱你的唯音的诗歌 这首诗歌 是我们的新圣诗里面的一首诗歌 那这首诗歌叫 明尼吉利安信客主 就是每天你都是要专一信靠这位主 日日专心靠就寻 我们只要唱第一节 第一节 然后唱两遍之后 反复复歌 听起来 这是首配首歌 但是一起来经历 我们跟四众在一起 我们跟四众在一起 日日在心靠就寻 我们跟四众快乐 走 沉默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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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祷告 这时候如果你有信心不足的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上 我要为你每个人来祷告 亲爱的怨父 很多时候 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们不知道要找谁 我们不确定你是否是那一位我们全然的信靠 可以把我们一切完全交通在你身上 所以说我要说我信但我信不足 求你来帮助我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当我们里面遇到问题的 遇到困难的 遇到软弱的 遇到病痛的 求主来医治 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当中 靠主越来越刚强 靠主越来越信心 靠主越来越能够得胜所有一切的事态 求主这样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相信的时候 我们生命当中要全然被改变 所以主我们真的是需要你全力来帮助 帮助我们在你生命里面活出信心 活出喜乐 这样祷告 都是奉靠主书的名全 Amen